声东击西,诗矿,戏言试昏 所谓声东击西,就是意在此而言它 历史上,许多善于纳建之人在纳建的过程中经常运用这一策略 他们从不直接切入正题 而是想办法兜个圈子,绕个弯子,避开钉子 让对方,让对方自己领悟,从而不动声色达到自己的目的 诗矿是春秋时晋国大臣,著名的乐诗被尊为国诗 虽然诗矿生来就是瞎子,但是他特别擅长弹琴,而且变音能力奇强 据说晋平宫驻大中时,众乐宫听后都认为音律准确 唯独诗矿不这样认为 他的判断,后被另一位音乐大师娟所证实 诗矿不仅善变音律,而且有学问,明是非,敢于觐见 当然,他觐见的方式非常巧妙,威严而有大意 有一次,晋平宫与群臣饮酒,自鸣得意地说 当人君最惬意,天下人不敢违背他的意志 当时,诗矿正好坐在平宫的前面 听到这些话之后,就用琴猛撞进平宫 平宫慌忙避开,琴碰到了墙上,把琴霸都碰断了 平宫疑惑地问道,太师,你想撞谁? 诗矿说,我听见有小人在大王的旁边胡说 所以就想撞大王身旁的小人 平宫说,你这是在骂我? 诗矿说,这不是任君说的话 晋平宫左右的人愤愤地要求杀了诗矿 平宫却说,算了,把这作为我的警戒吧 诗矿这一状,确实是晋平宫酒醒了 人君自夸天下人不敢违背其意志的权利 这种独裁思想是色言物证之源 诗矿明知是平宫所说,却假装糊涂 说是旁边有小人胡说而壮之 因这种话只出于小人之口 不是人君应该说的话 平宫被诗矿这么一撞 这么一说,也认识到自己说错了 所以不仅没有为难诗矿 反而重赏了他 由于诗矿申明大义,又忠于平宫 平宫很敬重他,常向他请教 一次,平宫问诗矿 我已七十岁了 想学习,恐怕已经迟了 诗矿却答非所问地说 为什么不点蜡烛呢 平宫不满地说 哪有当臣子的,说这种话来戏弄君主呢 诗矿说 盲臣哪敢戏弄君主 臣听说,少年好学 如初初的太阳 壮年好学如中午时的阳光 老年学习如蜡烛之光 点起蜡烛照明 比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 不是好得多吗 平宫说 你说得很对 还有一次 晋平宫问陪着他聊天的诗矿说 你生来变眼瞎 什么都看不到 这种昏暗一定很可怕吧 诗矿答道 天下有五种最昏暗的事 而我一种也没有 何怕之有啊 平宫问 怎么说呢 诗矿答道 君臣行贿来求得名誉地位 百姓受掠夺 有冤无处申诉 而君不醒悟 这是第一种昏暗 忠臣不被重用 而被重用的不是忠臣 低能的处高位 不正直的人 统治着贤德的人 而君不醒悟 这是第二种昏暗 奸臣偷盗府库的钱财 还用奸计遮盖罪行 贤能的人被放逐 奸邪的人却能够显贵 而君不醒悟 这是第三种昏暗 君主贪财 人民贫困 上下不和 可是却惜穷兵独武 贪得无言 把刘须拍马的人 留在身边 将贤能的君子 弃之一旁 而君不醒悟 这是第四种昏暗 不懂得大道理 法令 法令无法执行 百姓不得安定 而君不醒悟 这是第五种昏暗 国家有这五种昏暗 而不危的 从来没有过 臣的昏暗 只不过是小小的昏暗 对国家有什么害处呢 狮矿眼睛虽瞎 分明是非却很明亮 金平公眼睛虽明亮 看问题却往往昏暗 狮矿便以此妙言为之试昏 一个统治者 要治理好国家 必须广开沿路 兼听纳箭 即众志才能成大事 如不准违背己志 不让臣下说话 和提出不同的意见 自己必然被蒙蔽 将自己置于昏暗之中 平公以此为乐 故诗矿用秦壮之 才是其清醒 社会在前进 人们必须不断学习 才能跟上新形式 平公七时还想学习 这是大好事 虽闲迟了些 诗矿笔之 唯点燃起蜡烛之光 总比不学而无所知 像在黑暗中摸索着走路一样 要好得多 当平公说 他眼瞎昏暗 他又借题发挥 谈了世间五种昏暗的事 而昏君的五种表现 涉及到如何用人 安民 治国等大问题 大道理 这时事向平公提出警示 这五种昏暗 泛有一种便是昏君 足以亡国 意在是平公 反其道而行 才能成为明君 治理好国家 诗矿 往往通过一些小事情 谈大道理 且其所论 妙语连篇 故能发人深省 说话 是讲究策略 想必没有人会喜欢直肠子 采用声东击西的原则 奠定听者 接受的基础 这是说话的迂回战略 感悟 在待人处事中 有的时候 对于饭魂的上司 下属需要给他泼点冷水 使其方能达到清醒的目的 然而 毕竟上下尊卑不同 下属不能直来直去批评上司 否则 以下饭上 哪能有自己的好果子吃呢 这时候 不妨试试此招 保证屡试不爽 本集 播讲完毕 下章 聪明之人 糊涂处事 敬请您的收听 聪明之人 糊涂处事 庄子中 有一句话叫 植木先伐 干井先杰 意思是 一般所用的木材 多选择挺直的树木来砍伐 水井也是涌出 甘甜者 先干涸 由此观之 太聪明的人 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 可是也一引来祸患 所以 该糊涂时 糊涂一点 不仅是明哲保身的良策 而且 是处事的学问 看透别人的心思 也不要生章 在人际交往中 有的事 不必整得太明白 心里明白 不一定非得要说出来 事实地糊涂一把 有百亿 而无遗害 如果你能顺利地 看透对方的本意 事情 是不是就算完了呢 不 双方的斗志 这时 才真正开始 能透视 对方的内心 只不过使你得到了一种 有力的武器罢了 更重要的是 你要知道 你要如何使用 抓在手中的这把武器 如果不懂得使用的方法 只知道 手拿力气 乱挥乱舞 不但不能击中别人 相反的 很有可能伤害到自己 因此 切勿乱用 这把容易伤人的武器 首先 介绍一段 因为夸耀自己 有先见之名 而导致失败的故事 魏王的异母兄弟 信灵君 当时名列四公子之一 知名度极高 因仰慕信灵君之名 而前往的门客 达三千人之多 有一天 信灵君正在和魏王 在宫中下棋消遣 忽然接到报告 说是北方国境 升起了狼烟 可能是敌人来袭的信号 魏王一听到这个消息 立刻放下手中棋子 打算召集群臣 共伤应敌事宜 坐在一旁的信灵君 不慌不忙地阻止魏王 说道 先别着急 或许是邻国君主在围猎 我们的边境少兵一时看错 误以为敌人来袭 所以生起烟火 以示警戒 过了一会儿 又有报告说 刚才生起狼烟 报告敌人来袭 是错误的 事实上 是邻国君主在打猎 于是魏王很惊讶地问信灵君 你怎么知道这件事 信灵君很是得意地回答 我在邻国不有眼线 所以早就知道 邻国君王今天会去打猎 从此 魏王对信灵君逐渐地疏远了 后来 信灵君受到别人的诬陷 失去了魏王的信赖 晚年沉溺于酒色 终至病死 任何人知道了别人都不晓得的事 难免会产生一种忧怨 对于这种旁人不及的优点 我们必须隐藏起来 以免招货 像信灵君这样知名的大政治家 因一时不知收敛 而导致终身遗憾 岂不可惜 下面再说一段 和信灵君情形刚好相反的故事 齐国一名叫习思弥的官员 住宅正巧和齐国权贵 田长的官邸相邻 田长为人身具野心 后来七军叛国 挟持君王 自认宰相执掌大权 习思弥虽然怀疑田长居心叵测 不过依然保持常态 丝毫不露生死 一天 习思弥前往田长府邸 进行礼节性的拜访 以表示敬意 田长依旧常理接待他之后 破例带他到底中的高楼上 观赏风光 习思弥站在高楼上 向四面旋望 东西 北三面的景致 都能够一览无遗 唯独南面视线 被习思弥院中的大树所阻碍 于是习思弥明白了 田长带他上高楼的用意 习思弥回到家中 命人立刻砍掉了那棵 阻碍视线的大树 正当工人开始砍伐大树的时候 习思弥徒用命令工人 立刻停止砍树 家人感觉奇怪 于是问其究竟 习思弥回答道 俗话说 之冤中愚者不详 意思就是 能看透别人的秘密 并不是好事 现在田长正在图谋大事 就怕别人看穿他的意图 如果我按照田长的暗示 砍掉那棵树 只会让田长感觉我极致过人 对我自身的安慰有害而无益 不砍树的话 他顶多对我有些埋怨 嫌我不能善解人意 但还不知招来杀身大祸 所以 我还是装着不明不白 以求保全性命吧 俗话说 看透别说透 才是好朋友 有时 说透了不仅仅是伤和气的事 还有可能招来意想不到的祸患 感悟 现代的人心透视术 也要注意此点 不要让对方发觉 你已经知道了他的秘密 否则完全失去了 透视人心的意义 不过 如果故意要是对方 知道你能看穿他的心意的话 当然就不在此限之内 庄子中有一句话叫 植木先乏 干井先结 意思是 一般所用的木材 多选择挺直的树木来砍发 水井 也是涌出甘田者 先甘河 由此观之 太聪明的人 虽然容易受到重用提拔 可是也一眼来祸患 所以不要自以为聪明绝顶 该糊涂也要糊涂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 临危不惊 装糊涂以保全自我 敬请您的收听 倘若懂得糊涂的学问 抱定难得糊涂的态度 在生活中 就能焕发出一种生命的韧性 有了这种韧性 便能使人生表现出 举是欲之而不加喜 举是非之而不加举的信念 我们来看一下 聪明人是在何种情况下糊涂的 明朝张英来任华县县令时 有两名江阳大盗 任静高张来到县城 冒充锦衣卫的使者 拜见张公 并且凑近张公耳边说 朝廷有令 要公开处理有关耿隋朝的事情 原来 当时有位华县人耿隋朝 担任护政的科员 主管曹朝 因为发生火灾 朝廷下令 积压在刑部的监牢里 张公听到此事 更加相信两人的身份 任静于是拉着张公的左手 高张拥着张公的背 一起进入室内 坐在炕上 人静摸着并脚胡须 笑着说 张公不认识我吧 我是爸上来的朋友 要向张公借用 宫库里面的金子 于是 二人取出匕首 架在张公的脖子上 张公意志住 内心的紧张 眯起眼睛 装出替他们着想的样子说 你们不是为了报仇 我也不会因为钱财 而牺牲性命 你们这样暴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如果被别人发现 对你们可是相当不利啊 两个强盗 觉得有道理 张公又进一步说 宫库的金子 有人看管 容易被发觉 对你们不利 有一个办法是 我向县里的有钱人借贷 这样 你们可以安然无事 也不至于连累了我的官职 岂不两全其美吗 两个强盗听了 更加赞同张公的办法 就这样 张县令 不露声色地 稳住了强盗 并取得了他们的信任 与合作 同时 一条计谋 酝酿成熟 张县令传令 要属下刘相前来 刘相到后 张公假意说 我不幸发生意外 如果被抓去 会很快被处死 这两位是锦衣卫 他们不想抓我 我很感激他们 想拿五千两黄金 当他们的寿礼 以表心意 刘相听了 目瞪口呆 说 可是 到哪去弄这么多钱啊 张公说 我常看到你们县里的人 很有钱 而且既功好义 我请你替我向他们借一些 于是拿出笔来 一共写了九个人 正好数量符合 所写的这九个人 实际上 都是武士 刘相看了以后 恍然大悟 不一会儿 名单上列出的九个人 一个个穿着华丽的衣服 像富贵人家的子弟 手里捧着用纸包着的铁器 先后来到门口 假装说 张公要借的金子都拿来了 因为时间太紧迫 没有凑足所要的数目 实在是过意不去啊 一边说 一边装出哀求啃勉的样子 两位强盗听说金子到了 又看到这些人 果然像有钱人的样子 就很高兴地说 张公真的不骗我们啊 张献令 趁两个强盗 查看金子的空当 急忙脱身 并大喊抓贼 这九个武士一拥而上 两个强盗猝不及防 其中一人被抓 另一个自杀身亡 张献令 遇事从容镇定 不动声色 又盗贼上当 装糊涂装得多么的彻底 既保全了身家性命 公家钱财 又勤获了强盗 能够做到明知故媚 绝非易事 如果没有高度的涵养 斤斤计较 是断乎不行的 古人有 骂如不闻 看如不见的涵养 既避免了是非 又更利于扫平成功的路障 感悟 懂得糊涂的学问 才会知道自己的意见不那么绝对 也才能更虚心地对待不同意见 泰山不让寸土而成其大 江河不捐细流而救其身 懂得糊涂的学问 才能知道自己能力的局限 你所不能驾驭的 就不要忙着去驾驭 你所不能把握的 就不要急于去把握 你所不能强求的 也就不要勉强 而是要将自己的精力 更专注地投入到一个有限的范围 善于奇迹 精益求精 成为某一行业的行家理手 懂得糊涂的学问 才能知道 对荣辱欲悔的看法 不能那么绝对 对功名利禄 荣华富贵 不能看得过重 这不但能增强耐受挫折的韧性 还能养成心如止水 宠辱不惊的持重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 明哲保身的良策 该糊涂时不明白 敬请您的收听 明哲保身的良策 该糊涂时不明白 该糊涂时就糊涂一点 这不仅是处世的学问 还是明哲保身的良策 当身处显地之时 糊涂还是精明 很可能成为事关自己身家性命的关键因素 刘备建立起来的蜀汉王朝 只统治了42年 就被魏国灭掉了 后主刘善做了俘虏 他的一家和蜀国的一些大臣 都被东迁洛阳 当时 魏国虽是由曹操的后代 做着皇帝 但其大权早已落在了 西晋的开创者 司马昭父子兄弟手里 刘善到了洛阳 司马昭便用魏元帝的名义 封他为安乐宫 还把他的子孙 和原来蜀汉的大臣 五十多人封了侯 按说 当时的晋王司马昭 也应该是日理万机了 有一天 他却大摆酒宴 请刘善和原来蜀汉的大臣参加 宴会中间 还特地叫了一帮歌女 演出蜀地的歌舞 一些蜀汉的大臣 看了这些歌舞 想起了王国的痛苦 伤心的差点掉下眼泪 只有刘善 咧开嘴看得挺有劲 就像在他自己的宫里一样 司马昭观察了他的神情 宴会后对甲冲说 刘善这个人没有心肝到了这一步田地 即使诸葛亮活到现在 恐怕也没法使蜀汉维持下去 何况是姜维呢 过了几天 司马昭在接近刘善的时候 问刘善说 你还想念蜀地吗 刘善说 在这里很快乐 不想念蜀国 这就是乐部私蜀成语的由来 跟随刘善来到洛阳的前蜀国秘书布政 听说这事 连忙求见刘善 说 如果以后晋王还这么问你 你应该流着眼泪回答说 父母亲的坟墓都远在蜀地 一想起这事 心里就难过 没有哪一天不思念蜀国的 然后你就闭上眼睛 做出深沉思念的表情 不久 司马昭又问刘善想不想蜀国 刘善就如古正说的那样对答 然后闭上了眼睛 司马昭说 怎么竟像是古正说的话呢 刘善吃惊地睁开眼睛 傻里傻气地望着司马昭说 对对 就是古正教我的 司马昭不由得笑 左右侍从也忍不住笑出声来 司马昭这才看清楚刘善的确是个糊涂人 不会对自己造成威胁 就没有想杀害他 就这样 刘善活到了公元271年 在洛阳去世 也许你会觉得刘善是没有骨气的 可是在那样一种环境 有骨气一点 聪明一点 除了被杀 还能有什么别的出路呢 而同样下场的南唐后主李皇 作为王国君主被掳到佩晶 就似乎聪明地不合时宜 宋太宗派人监视他 发现李皇写了许多怀念故国的词 又后悔不该杀了替他保江山的大将 宋太祖觉得这李皇贼心不死 就用毒药把他毒死 由此看来 刘善当司马昭一再跟他提起故国的时候 表现得木讷无情 一副傻乎乎的样子 谁知这个昔日阿斗 是真扶不起来的白痴 还是他为了保全身家性命 一种韬归与心机呢 而三国时的蜀将张义 就是因为不知道收敛自己 在事关性命的当口 应该糊涂 却表现得比对方聪明 而差点丢了小命 据史书记载 张义 蜀郡成都人 在他担任义昭郡太守的时候 当地的一个大头领 叫做雍烟的 背叛蜀国 把他抓起来 送到吴国前 后来 狐蜀两国和好 诸葛亮派邓之出使吴国 要他会谈之后 请求孙权释放张义 张义被送到吴国好几年 他一直未曾显露自己的身份 才能 因此孙权也还只当他是个平常的俘虏 于是邓之一提起 他就同意释放张义 带到张义临走的时候 孙权才接见他 一来呢 孙权这人好开个玩笑 二来 也似乎是要试探一下 张义的才智如何 因而孙权问张义说 听说蜀帝有个姓卓的寡妇 私奔司马向儒 你们那儿的风俗 为什么这样不讲究妇道呢 孙权借了这个发生在蜀帝的故事 来取笑张义 但张义也没有示弱 对孙权说 我认为卓家的寡妇 比起朱买臣的妻子来 还是要贤惠一些的 张义说的也是汉武帝时候的故事 不过发生在快季郡吴县 也就是金江苏省苏州市 三国时属东吴的地盘 有个叫朱买臣的 起初家里很穷 他妻子嫌他寒酸 和他离了婚 后来朱买臣发迹 当了快级郡太守 他的前妻又来依附他 最后到底感到羞愧 自己上吊死了 张义用这个故事 对孙权反唇相激 孙权没占上便宜 又换了一个话题 对张义说 你回去以后 一定被重用 不会做普通老百姓的 你打算怎样报答我呢 张义巧妙地回避了 如何报答孙权的问题 只表示很感激孙权释放他 说 我是作为一个有罪的人回去的 将要交由有关部门去审理 倘若侥幸不被处死 58岁以前是父母给我的生命 从这以后 就是大王您给我的了 张义这段话说得很得体 孙权很高兴 谈笑风生 并流露出他很器重张义的神色 张义刚辞别孙权 走出宫廷的侧门 就很后悔在孙权面前没能装傻 于是立即动身上船 并以加倍的速度航行 而孙权也果然认定张义是个难得的人才 怕他为蜀汉王朝效力 对自己更为不利 所以改变主意 不想让他走 不能为己所用 也不能让其成为自己的对手 立即派人来追 直追到无蜀交界的地方 张义已经进入蜀国地界数十里了 追兵这才无可奈何地回去了 看来 聪明人有些时候也要装装傻 装傻也是一种智慧 张义起初没装傻 幸亏他及时意识到了 才得以逃出虎口 生命的危急关头 身为聪明人 应毫不犹豫地装傻宝身 千万不可聪明一时 使自己陷入困境 从而引来杀身之火 感悟 傻一点 糊涂一点 往往比过于敏感 更为有利 然而现实中总有一大部分人 往往是大事糊涂 小事反而不糊涂 只有那么一小部分人 懂得花不能全开 酒不能不醉的道理 其实这种假糊涂 反而是真聪明 东汉明帝刘庄的侄儿刘牧 就是故作糊涂的人 他从小好学上进 读了许多书 喜欢结交 有学问 有道德的儒式 与那些只知道吃喝玩乐的公子哥 志趣不同 有一年年底 他派一名官员 去洛阳朝贺 临行前 北海静王刘牧 问前去朝贺的官员说 帝王如果问起我的情况 你怎样回答 这位官员回答说 你忠孝仁子 李贤下士 深得百姓爱戴 臣虽然不才 怎敢不把这些儒式禀告呢 刘牧听后 连连摇头说 你如果这样禀告 就把我给害了 这位官员不解地问 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刘牧说 你所说的是我以前的情况 我现在的心境 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你见了皇帝后 就说我自从成习王军以来 意志衰退 行动懒散 每天除了在王公 与嫔妃饮酒作乐 就是外出狩猎游玩 对郑也毫不在意 刘牧为什么要说 这一番假装糊涂的话呢 这是事出有因的 因为在当时 宗室中 凡是有些智孝 或者广交朋友的 都容易受到朝廷的猜忌 弄不好 就会招来杀神之祸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真正聪明的刘牧 不得不顾作糊涂人 教人说出那番话 实际上是一条假吃不颠 明哲保身之计 人称七贤之一的刘灵 也是一个 善于假装糊涂 真聪明的人 刘灵之所以要假装糊涂人 是因为他要有所遮掩 自东汉党固之祸以来 党童乏意 动辄杀人 已是家常便饭 刘灵不傻 当然看得明明白白 正当司马氏 倡导儒学时 刘灵却轻木悬风 大讲无为而化 幼童阮吉 姬康一见如故 携手入林 用现在的话说 就是思想上 既不能保持一致 组织上又有敌对之嫌 当然就十分可疑 不堪重用了 刘灵心里明白 便不能不适事小心 处处提防 晋书刘灵传说他 但莫少言 不忘交由 正是他谨慎小心的表现 他不惜异于文汉 多半也是怕被人抓住了把柄 如果再装出一副 终日纵酒 胸无大志的模样 便更不知引起对手的记恨 刘灵为了避免遭杀身之祸 假装糊涂人 却很富于戏剧性 他在家中喝酒 全身脱得金光 有人看到 觉得不成体统 他却说 我以天地为房舍 以房舍为衣库 你们干嘛要钻到我裤裆里来呢 他驾路车出门 那时牛车 羊车 路车都有 并非独有马车 带着一壶酒 又叫仆人 拿把铲子在后面跟着 并对他说 我要是醉死了 你就掘个坑 把我埋了 拉倒 宋代新嫁宣辞 最后何妨死便埋 便是用的词点 刘灵喝醉了酒 他也会同人争吵 乃至那人急了 真要揍他 他却和颜悦色 指着胸脯向人道 这几根鸡骨头 哪当得起您老的拳头啊 逗得那人一笑而霸 刘灵的妻子 堪称贤 可是他也未能真正弄懂 刘灵喝酒 最糊涂的本意 刘灵的妻子 也像一般人家的妻子一样 把照顾丈夫的身体 看得比照顾丈夫的心理 重要得多 因此 他也像一般人家的太太一样 把酒都藏了起来 不给刘灵喝 刘灵犯了酒瘾 只好去恳求太太 给他喝一点 于是 急得刘灵的妻子 大大发作了一番 把酒壶酒杯 通通一起砸了 十分伤心地哭着说 按说 你早该把酒戒了 刘灵和颜悦色地 安慰太太道 您说得对啊 我是早该把酒戒了 不过你也知道 我缺少自制能力 只有在鬼神前立下誓言 才能真正戒得 你且去准备酒肉吧 一席话 把刘太太哄得心花怒放 飞也般地拌下酒肉 供在神像面前 请刘灵立誓 刘灵支开太太 跪下导注 导词是 天生一个刘灵 老酒当作性命 一饮便是一壶 再喝五斗酒醒 复道人家的话 千万不可去听 导注过后 便喝酒叉肉 吃喝起来 带到刘太太进屋 刘灵早已醉倒在地了 许多人因为刘灵这些意识 说她忘情肆意 悠悠荡荡 无所用心 好像真是一个 对人间万事全部细怀 一世独立的 一世高人 其实 刘灵完全是为了得个善终 才假装糊涂人 而天天喝得 鸣冰大醉的 聪明的人 在大事面前 难得糊涂 其实心如明镜 绕开了 置自己于死地的陷阱 巧妙地保全了自己 所谓水至清则无余 并不是认为 可以随波逐流 不讲原则 而是说 对那些无关大局 支支漫漫的小事 不应当过于认真 而对那些事关重大 原则性的是非问题 切不可也随便套用这一原则 汉代政治家 贾一说 大人物都不拘细节 从而才能成就大事 这里的布局小节 就包括了该糊涂时 别精明的待人处世之道 吕端是宋太宗年间的宰相 此人学生出身 肚子里有不少墨水 虽然经历了五代末期的天下战乱 人情艰苦历练不少 但仍是满身读书人的呆气 似乎是个十足的糊涂宰相 有人为此说屡端糊涂 可宋太宗赵光义 却偏偏认为他小事糊涂 大事不糊涂 决意任命他为宰相 后来赵光义病重 宣政使王继恩 害怕太子赵衡英明 做了皇帝以后 会对他们这一党不利 于是串通了参知政使李昌龄 督指挥使李继勋等 密谋废掉太子 改立楚王为太子 此时 吕端到宫中看望赵光义 太宗快不行了 吕端发现太子却不在旁边 就怀疑事情有变 很可能其中有鬼 便在手版上写了 大剑二字 让心腹拿着赶快去吹太子 尽快到赵光义身边来 这个剑字的意思 就是告诉太子 皇帝已经病危了 赶紧入宫伺候 等到赵光义死后 皇后让王继恩宣召吕端 商议立谁为太子 吕端听后 知道事情不妙 他就让王继恩 到书房去拿太宗临终前 赐给他的亲笔遗诏 王继恩不知事迹 一进书房 便被吕端锁进房中 这时 吕端便飞快地来到宫中 皇后说 皇上去世 皇上去世 长子即位 才和情理 现在该怎么办 意思很明显 想立长子赵元佑 吕端立即反驳道 先帝激励太子 就是不想让元佑继承王位 现在先帝刚刚驾崩 我们怎么就可以立即更改生命呢 皇后听了 无话可说 心里只有认了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吕端仍不放心 他要眼见为实 太子即位时 吕端在殿下站着不败 请求把帘子挂起来 自己上殿前看清楚 认出是原先的太子 然后才走下台阶 率领大臣们高呼万岁 吕端事先能明察阴谋 有所防范 事中能果断决策 出奇策击破坚主 事后又能眼见为实 不被现象迷惑 不仅明智 实在是功夫老道 在皇位继承的关键问题上 吕端的小事糊涂 大事精明 体现得淋漓尽致 看来小事糊涂 大事精明 无疑是成功的 待人处事之道 假若相反的话 小事精明 大事糊涂 那就坏了 事情非搞砸不可 感悟 俗话说 水清无鱼 人清无有 乍听起来 似乎太事故了 然而 待人处事中 许多事情 往往都坏在 认真二字上 有些人 对别人要求的 过于严格 以至于 禁于苛刻 他们希望 自己所处的社会 一尘不染 事事随心 不允许 有任何一件 鸡毛蒜皮的小事 不符合自己的设想 他们常常是 大事糊涂 小事反而不糊涂 特别注意小事 斤斤计较 哪怕是 借地之急 影史之物 也偏要 用显微镜去观察 用放大尺去丈量 于是 在他们的眼中 社会 总是一团漆黑 人与人之间 只剩下 尔虞我诈 普天之下 可疑语言者 也只有我自己 这实际上 是一种病态 真正的处事高手 凡事 不会太认真 该糊涂时糊涂 只要不是原则问题 睁一眼闭一眼 也未尝不可 明代红英明所著 《菜根坛》中说 意思是说 大聪明的人 对小事 必模糊不清 大糊涂的人 对小事 必定会仔细观察 对小事观察入微 乃是糊涂的根源 而对小事模糊不清 则正是产生 大聪明的根本所在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 画清糊涂与聪明之间的界限 敬请您的收听 画清糊涂与聪明之间的界限 从表面看来 聪明与糊涂 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但事实上 在现实生活中 他们的界限 并不是十分明显的 况且 世界上任何事物 都是动态发展的 聪明之人 要随机应变 讲究说话的谋略 以化险为夷 季晓兰是个智者 而且她是一个 由聪明到糊涂的智者 这种经过人生幻化的智者 就不是普通的智者 她的智慧 帮助她度过了许多劫难 直到晚年 机智仍与她相伴 嘉庆七年 也就是公元1802年 纪晓兰 这位已79岁高龄的老臣 再次出任会考试官 在此之前 她已有两次冲任会试政考官 两次相试主考官 还曾被任命为 五科会试政考官 每次主考 她都谨慎从事 严防出错 在这次主考乐卷中 她还感慨地写下了 这样的诗句 三渡来灯 凤敲堂 削辣两鬓 已如霜 衰翁宁时 新花样 往事曾淫 古战场 陆至丛林 收利部 刘己在世 遇欧阳 当年多少遗才汉 珍重金操 欲齿良 这好像是表示自己要慎重取人 可总是天不遂人愿 偏偏在她最后的一次主考 特别谨慎从事的时候 却出了一点 不大不小的麻烦 原来 考试后不久 按照规定的程序 经过斟酌 确定了前几名的名单和次序 并对试卷 加有详细评语 当时尚未发保 上述绝密信息 谁知这些情况 都一一透露了出去 举子之中 连纪晓兰的平语也一清二楚 这下可捅了大娄子了 举子们免不了议论纷纷 试卷是未等提榜 怎么捞了出来 前几名 莫非有考官的亲戚 有人推测地说 说不定啊 钱能通神 营私舞弊者 多疑 又有人附和道 这些话传到纪晓兰耳朵里 他觉得此事 非同小可 按照当时科考纪律 泄密之人 不仅丢官 蹲监狱 甚至还要杀头 有关人员 也要牵连进去 政考官和副考官 负全责 自己脱不了干系 大清历史上 这样的例子 着实不少 牵连之广 处罚之眼里 可谓是触目惊心 此次科场风波 如不妥善处理 势必将引发一场灾难 考虑到此 纪晓兰 把一名政考官 左都御史雄牧 和副考官 内阁学士御林 带军援找来 商讨此事 雄牧说道 被娶之人 与诸考官 并无任何关联 戏秉公取路 即使有私情 也只有保密 绝不会泄密的 泄露此事 看不出目的 可能事出偶然 戴军援 感到有些迷惑不解 纪晓兰也觉得 此事奇怪 泄露此事 无非把水搅魂而已 对大家都没有好处 可能是无意中出错 他反复权衡 最后决定 把事情揽在自己头上 于是他坦然地 对他们说道 此事 带我去面见圣上 嘉庆帝 嘉庆帝这时早已得到禀报 虽然很恼火 但也不明白 为何会出现这样的事 他下令追查 又把纪晓兰 召来问话 老爱卿 此事 系何人所为 启离禀 圣上 臣 即是泄露之人 纪晓兰 慢条思理地说 你 嘉庆皇帝 听后很吃惊 他知道 纪晓兰 向来办事谨慎 这种事 绝不会出在他身上 可能另有隐情 于是接着问 轻有何故泄露呢 只见纪晓兰 非常平静地说道 为臣 书生义气 没有佳作 反复引勇 难免在朋友谈论中 露出几句 此事 实出无意 如皇上动怒 纪晓兰 甘愿领罪 为求圣上开恩 不要株连他人 嘉庆皇帝 自然明白 纪晓兰的用意 无非是要消解此事 现件事情 仅仅是偶然出错 也就怒气消了一半 于是 下令撤回追查 此案的大臣 一场将要掀起的大风波 就在纪晓兰 巧微周旋下 而平息下去 那些参与此刻 会试的大小官员 各个感激纪晓兰 至于那个真正泄密的人 虽不敢明言 她的感激更是至诚至深的 后来 纪晓兰将此情况 做出解释 但不管什么原因 嘉庆皇帝并没有怎么追查此事 纪晓兰也没有受到什么处分 这其中或有纪晓兰与嘉庆关系密切的因素 但主要的恐怕还是查无实据的原因 然而此事确实反映了纪晓兰勇敢担责的勇气和魄力 恐怕这是纪晓兰之所以被他人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 感悟 我们知道超凡的才华加上非凡的责任担当的勇气 换来的不一定就是成功 人生如戏演绎着幻化无穷的各种偶然情况 稍有懈怠就会有闪失 因此必须学会在糊涂与聪明之间 画清楚只有自己知晓的界限 不能盲目跃出 既要让对方明白己意 还要让对方能接受 这是一门很深的处事学问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 傻中精与精中傻 哪个更精明 敬请您的收听 傻中精与精中傻 哪个更精明 生活中 经常听人评论 某某人傻中精 某某人精中傻 实际上 这都是站在个人的角度上看问题 是以偏概全 假如你能换个位置 设身处地地为当事人想一想 你就不难发现 内中还有不少不可言喻的东西 清代巨摊和珅 有个甘女儿叫纳兰 是广西某道台苏灵阿的姑娘 说是甘女儿 其实是小拼 那是因为纳兰小的时候 含苞待放 尚未放 和珅没在意她 认了个甘女儿 后来 甘女儿长大了 出落得像甜仙一般 她在想名正言顺战友时 舆论已经不允许了 于是她想出了一条妙计 礼带逃江法 这一天 和珅带着甘女儿纳兰 乘教回家 忽然前面一个教夫 不知怎么 脚底下踩了一块西瓜皮 噗通一声 摔了个养巴刹 和珅猝不及防 也从轿子里摔了出来 正在发火 却见前面一个圆滚滚的肉团子 在那滚来滚去 不由得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 原来 眼前的这个人 不单是个肥胖的 如同肉球似的怪物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 这怪物冲撞了大人 不但不怕不说 大富翩翩的样子 学起教夫跌倒的样子 居然逼真至极 于是 莫说和珅 就连教夫以及纳兰 都不由自主地 捧腹大笑起来 笑着笑着 忽然 和珅内心一动 走上前来问道 你这年轻人 住在何处 姓甚名谁 那肉球道 我叫刘国泰 那皮货行就是俺家的 和珅说 啊 我曾认识你的父亲 刘存厚 是刘存厚 给他送过名贵的皮货 和珅印象深刻 和珅道 既然我们是接邻 你和我一块儿 到我家去玩一会儿 怎样 国泰说 有好吃的吗 呀 国泰道 别骗我 和珅的干女儿纳兰 扶着他道 不骗你 走 有好多好多 好吃的东西 实际上 这刘国泰 是个貌似呆鱼 实则 内心乖绝之人 只因经了官教 怕吃醉不起 才想出这种玩鱼的怪象 想蒙混过关的 然而 和珅是什么样的人 和珅仔细一打量 便发现 对方是在反向捉弄人 于是不由得内心一争 突然 想到了另一个问题 他早就想给纳兰找个婆家 只是没有合适的 如今见了国泰 心想 这不就是正好的人选吗 说实话 他喜欢他装憨 但这要有个限度 即真憨不好 不憨也不好 他要的就是国泰这种人 该憨的时候特别憨 该聪明的时候特别聪明 为什么 因为这样他可以从中取利啊 想到这儿 他把他带回了家 他说 我把那位逗你的女子 许你为妻 你意下如何呀 这真是天上掉馅饼 国泰赶忙扣头贤 但是和珅却又说出另一个条件来 那就是不能干涉他的自由 因为他是他的干女儿 和珅问他 你懂吗 懂懂 刘国泰喜不自胜 磕头犹如小鸡痴迷 说 莫说让小人为大人做女婿 就是让小人为大人当马骑 只要喂饱了 小人也在所不辞 和珅乐了 纳兰的亲爹 起初对这门婚事不大满意 后来想通了 这必是和珅的那种打算 所以待到刘国泰说上一会儿话后 苏灵阿断定刘国泰 必将大富大贵 也就满心高兴 浅眉 通草铁 合婚 定铁 不多久 刘国泰和纳兰玩婚 满北京城的百姓们都说 苏灵阿是个贪官 贪财贪迷了心窍 竟将女儿取配给一个傻子 有的说 是图国泰那庞大的家业 有的说 这是和珅出的主意 苏灵阿的女儿 认和珅为义父 是和珅把苏灵阿女儿 许给傻子的 和珅的意思 是要作奸方便 更有的说 把女儿嫁给一个傻子 正是和珅的精明之处 你看 那世上许多聪明的人 下场怎样啊 倒是傻子 一辈子安稳 可知道内情的人都说 苏灵阿是大惊之人 当时京城有个规矩 女儿出嫁六天后 要回门 可是回门这天 去接纳兰的 却不是苏灵阿家的人 而是和珅 和珅乘车而去 到了国泰家门口 国泰早已候在那里 跪着迎接 和珅想 既然刘国泰喜欢装汉 我必须再给他提个醒 让他服服帖帖 该看的看 不该看的也看 该说的说 不该说的 不说 和珅想 用什么法 能让他再明白事理呢 和珅走下车 国泰道 岳父大人 亲自驱驾光临寒舍 时令小须 觉得恩荣无比 和珅道 虽然纳兰是我干女儿 但我最疼爱她 如今以后 你夫妇恩爱 也别忘了孝敬干爹 你也要体恤我 一片爱女之心呢 国泰道 小须哪敢不清教诲 从今以后 我就是你的儿子 一辈子只知孝敬 不知其他 和珅道 看你寒厚 孝心必佳 一定是我的孝子 刘国泰请和珅步入大门 不料到了二门旁 和珅不由心中一动 心想 我何不用赵高 指路为马的故事 在点化她 于是指着门东旁的枣树问 这棵是桃树吧 刘国泰看这棵树 本是枣树 心想 难道何时连枣树和桃树 都分不清啊 心里三转两转 顿时明亮 这是用赵高指路为马的故事 点化我 当年赵高指着路 说是马 凡是唯傲赵高说那路是路的人 全部被杀 想到这里 国泰道 岳父大人 这正是一棵枣树啊 今年春天结的桃子可多了 个个又大又肥 又鲜又嫩又可口 本想给您老送一篮子的 只是一阵大风刮来 都刮掉了 您老人家才没有吃上 和尚一阵高兴 心想 这国泰 果然是个聪明人 又指着西边的一棵桃树说 这是一棵枣树吧 国泰道 岳父大人 这确实是一棵枣树 今年秋天 结的枣子压满枝头 个个又大又鲜又嫩又可口 本想给您老人家送一篮子的 可是一阵大风刮来 也都掉地上了 您老人家就也没有吃上 和尚按道 好 我要的就是这样的人 在该憨的时候就要憨 和尚放心了 也从心里感到满意 因此和尚自此从朝廷中回来 时常路过国泰家 国泰也总是在此时不在家 那纳兰便和干爹在一起快活 在自己书房里 和尚多少有点顾忌 不敢大声说话 大胆思维 但在这里还有什么不能做出来的呢 便什么招都用上了 隔三差五 刘国泰便送些皮货给和尚 净是些名贵的貂皮 雪貂皮 比那金玉更加难得 其实国泰哪里是真傻 他也有他的算盘 他为和尚做挡箭牌 只有好处没有坏处 日后和尚对他必有一些照应 这小算盘果然没有打错 一日 纳兰道 国泰要做个官呢 你看他行吗 和尚道 他若真想做就能做 什么行不行 说他行他就行 不行也行 说不行就不行 行也不行 和尚叫来国泰道 你真想做官 国泰道 岳父大人 小的就想做官 和尚道 那纳兰随任 能过得官吗 刘国泰道 恰好他留在家里 照看一下这皮货桩 岳父大人离这儿又近 可派家人时常过来照看一下嘛 若是能赚更好 若不能赚也就不要做了 和尚道 嗯 那好 给你个山东四阳县的限令 你准备上任去吧 国泰跪倒叩头道 谢岳父大人 第二天 刘国泰便抛下纳兰 高高兴兴地到四阳县上任去 驾 大丈夫隔唤无期 刘国泰能不再讨老婆吗 回答是肯定的 可是 这不能不使我们 从更深的一层里面去探讨刘国泰 抛开刘国泰为官与为人的名声不说 单从其走向成功这一面来考虑 能说他不是个傻中精吗 更何况 手段是为目的服务的 他有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当官 而手段就是装糊涂 为什么要装糊涂 显然是为了不得罪和珅 在这种情况下 只有不得罪和珅这样的人 才能飞黄腾达 才能达到个人发迹的目的 与其相反 水浒传里的五大郎便不这么小 于是 这才引出了一段千古不平的风流公案 潘金莲震杀五大郎 当然 就传统礼教来说 潘金莲有潘金莲的不是 一方面 他不应该找一个西门庆那样的风流之鬼 另一方面 爱与不爱都不应该殷勤杀人 假如抛开这两个问题 单就潘金莲因不满五大的婚姻而自由恋爱 如今的人用如今的观念去看的话 潘金莲又有哪个不对呢 不过 我们这里讲的焦点 不是潘金莲的对与错 而是 就五大郎处理问题的出发点 古人说 不平则鸣 潘金莲与五大郎的婚姻 般配吗 天鹅 有可能暂时地与癞蛤蟆临时相处 但龙非池中物 成雷 遇上天 没有哪一个 不愿意看到天鹅和癞蛤蟆永久地在一起 所以在那个时代 那种情况下 五大郎的被杀就是难免的了 为什么 皆因五大郎没有设身处地地想一想 俗话说 没有梧桐树 引不来金凤凰 他五大郎充其量 只是个臭耗子 然而 却想缠着凤凰不让飞去 难怪就要无国挨栽了 假如他能像刘国泰那样看得开 反正本来都不应该属于他 那么既然无意得到了 那就应属于是意外之财 所以既是意外之财 就应来得不欢喜 去了 不悲伤 那样 他非但不至于隐阵而亡 恐怕西门庆还会很好地 召集一下这位早期的个体户吧 感悟 这两个结果截然相反的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人哪 没必要太精明 该装傻时就装傻 分清利弊轻重 俗话说 要知道奶头抗热 因为只有知道了奶头抗热 你才能懂得谁是该得罪的人 谁是不该得罪的人 这时再看刘国太语武大郎 哪一个更精明 也就一目了然了 本集播讲完毕 下集 锋芒太陋惹祸上身 敬请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